人行道上小男童突然冲到大马路上 银色轿车行驶而来 驾驶煞车不及 当场把人撞飞 男童一路喷飞滑行 趴倒在地 阿妈发现立刻冲出来 小男童横倒在地一动也不动 全身挫伤痛到说不出话 消防紧急将人抬上长背板 上紧圈 他的姿势大概就是 事实有轻微的插张 还好送医后他没有神秘安危 但也吓坏了 事发在男童民间 小男童年仅两岁 早上阿妈带他准备回家 没想到一个不注意 他突然冲到车道上 被车子猛力撞击 附近大楼抱拳听到巨大撞击声响 看到男童被撞 场面触目惊心 两岁的小孙子 缓家开启大门进入住宅室 骑小孙子急转身 冲出大门 跑至道路的车道上 事实有一步自小客行进而撞上 警方酒侧肇事 46岁男子没有酒驾 当时男童旁边没有家人牵着 他逮到机会往外冲 酿成大祸 让家长懊悔又心痛 记者终于小韩 就是谢云珍 南投采访报道 请 COME点赞 订阅 订阅 觉得这两车手手才是 连着 武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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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